日本和牛 说到日本和牛你想到什么 像道理石纹路般的油花 入口即化 老饕口中的极品日本和牛 2003年因日本等国属狂牛这一区 牛肉禁止输入台湾 不过这项禁令即将解除 台湾老饕不用搭飞机就可以吃到 日本和牛到底是什么来头 农委会表示 过去日本将部分当地的牛 与外国品种进行交配 花了一个世纪育种 精选拔后目前日本和牛品种有 黑毛和种 鹤毛和种 日本短脚种 五角和种四种 其中黑毛和种约占日本和牛 整体的95% 像松板牛等知名品牌 大多属日本黑毛和种 日本和牛之所以美味 与饲养配方饲养环境有关 日本和牛很幸福 据日本续产物输出促进协议会介绍 美头和牛出生会取名字 有身份证筑记生日 父母是谁非常讲究协同的优良 为了让牛之心情放松 有些饲养者还让和牛喝啤酒帮牛按摩 因为刷身按摩有助于让皮下脂肪平均分布 有些饲养者甚至在天冷时也帮他们穿上防寒外套 这些被精心伺候的牛 判断肉的品质时也不马虎 成品等级分成A良好 B标准C较差三级 在意脂肪交杂 肉的色泽 硬度 脂肪色泽 质量等条件 分成一至五五个肉质等级 五是最好 成品与肉质两者组合起来 如果是A5 就是日本和牛最顶级 不过想吃到日本和牛 荷包要够深 售价是部位等级如定 市场预估可能会是其他国家和牛价格的2倍以上 目前澳洲和牛一等级 在台售价每公斤约3-6000元